大家好我是小早月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的這場S聯賽呢 是由RNGM對上的是GK 那RNGM這邊呢 王圖選到的是0號試煉場 GK是定義夢工廠 那雙方的FAN圖 我們這邊看一下 是星星火車站夜明沙都 然後亞太人提斯跟西部礦山 然後這一場的官方指令賽道呢 來到的是熔煉車間 那看一下雙方的一個選車 沒錯 都是星海王一 星海王一這個車其實真的蠻強的 雖然他是道具車 可是他跑競速的能力是真的還不錯 小分時間真的是長老不行 很好很好開的一台車 好然後來看一下這場的起步 這場呢是雲海跟逆星 對上阿諾跟子沖 前期子沖就脫飄啦 這有點傷 點下煞車之後做完美延續 這邊都沒什麼問題 這車太難失誤了 但這邊阿諾選擇點小飄 然後說實時那十塊雲海呢 人已經不見了各位 職業聯賽就是如此的殘酷 你這邊失誤一下那邊失誤一點 雲海就直接看不見人了 對不對跟拓海一樣跟鬼一樣 然後這個圖的話 延續點不太會發生失誤阿 就是細節的部分 再重新開一個CW這裡 我很貼 給海爺的視角就對了 開秀 再貼一個CW完美的平轉 這裡WCW一個側身兼ECU Bill出去沒有任何問題 重開個彈性 再一個順測 全程延續彈射沒出 但是路線還不錯 雖然沒出角度還行 這裡接一個極限的平轉 接雙殺WCW 比如再一個延續這一場 紀錄要來了嗎 沒錯 不是真的太快了 他一開始就不見 然後後面 後面又給 給他這麼多的一個視角 然後他又是跑這麼極限 啊這個 這個可以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超級討厭 這超級討厭 這耳機線 這有時候在搞 這耳機線真的是在搞 就是他那個會 結成一團你知道嗎 然後 卡了好幾圈 然後那個東西就碰到腳 以前耐耳機的時候 最常的就是在那邊 繞那個耳機線 一直繞一直繞 然後我還會把耳機這樣掉起來 掉起來 然後他不是會 因為線打擊嗎 就是他就轉過 不然你不是轉了 就是三圈或四圈 然後耳機就會開始這樣 然後再接回來這樣 有帶耳機一玩電腦 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個真的是很搞 你看 剛剛的耳機 影響到我大海爺了 不然可以跑進20的 喔 就是那個耳機碰到我的腳啦 是不是 都幫他想好了 不是 幹他真的跑太快了 真的細節啊 然後 應該是還有設備在調整啊 你看 導播一邊在講 一邊在新紀錄 然後他們一邊在調整設備 這其實就是比賽過程中 很值得運用時間的一點 當然是有狀況的時候 我說的是狀況排除的時候 因為正常的情況下 是你打完之後 你是不可以碰手機的 然後他們這個 宣傳照都修到 臉上沒有任何一個巴 哇塞 他這個髮型真的 真的 越來越帥了 感覺應該真的長高很多啊 雲海 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 我那個 亞洲盃的那個Vlog 那時候 雲海在我旁邊的時候 就是小小一隻 現在應該長高超多的 然後第一場呢 因為雲海的一個領先 讓團隊多拿到了 三分的一個領先 好 這裡可以看一下 後面的 大家的 突發狀況發生哪些 這裡路線偏調了 這個平轉 但看起來又要點小飄 好 那雲海這裡 一個頓空飄完美一點 小飄 那個頓空飄還有一點點慢 那時候大概多高 那時候他大概才100 我猜目測大概才100 165左右吧 我猜 那麼這場呢 是鞍巨猿的王圖 大家都是暗藥武神 沒有問題 只有逆星一個人 選擇用了皮膚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起步 雲海是選擇了 左段位 這邊蠻特別的 選擇左段位 跟逆星做了一個交叉 那這邊逆星是殺出去了 沒有問題 看一下這個延續的部分 這邊大家都蓄得很好 ECU逆星噴得很極限 而且很貼蛋逆星這裡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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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看起來逆星差點就要倒了 那這個圖呢 用加速帶車的話 極限延續是不需要提現下去的 不用多蹭一個噴 很輕鬆 這場搭距離很近 拚的是一個對抗了 直接選手除了他跑圖能力強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當你這種跟車跟很近的時候 對抗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現問題的 你們看這個畫面對不對 實際上選手的畫面不是這樣的 他們有可能因為 因為車身的殘影啊 而導致車子不在正確的位置上 OP的視角 大家的網路一定會好一點 但實際上呢 會再更差一點 你會有一些 車子 護撞 然後吸道 車子吸住 然後吸住 這個遊戲吸住跟卡汗車吸住不一樣 這遊戲吸住的話是你們 這個時速會提不起來 然後再來氣量會變少 然後再來是過彎的時候可能會小噴不見 那這些呢 你必須要再透過實戰中去微調 這裡逆星的操作很好 這場逆星沒有任何問題 非常不錯很亮眼的一個表現 在雲海發生失誤之後 起步出去就沒有再掉下來了 打了一個雙箭頭 再一個側身喝水 然後看一下新紀錄沒有問題 打破了寧浩試鏈場 這場寧心的王圖紀錄 你們就知道這場 這個實力是真實力啊 這個實力是真的 這個紀錄是真的有價值的 有些破紀錄比較沒有價值的 是像就是機甲打破了 以前賽車的紀錄 這樣子破紀錄就不太有 不太具有就是突破紀錄的一個價值 他本來就是靠車子本身快破 但這個不是 最後tag到逆星的時候 他的那個 細節很好 我們這邊看一下 剛好有回報帶到 這場內心的細節是真的很好 你看這邊 真的快 然後這裡 逆星也是都是用極限的 斷空飄接延續的一個跑法 然後這裡 子充失誤很嚴重啊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很細節 這個要出噴 你得抓得很準 而且要續上這個 這個角度 直接快速出完你得要有噴 是這個圖的一個很關鍵的細節 如果你沒有在這裡飄好的話 飄太慢段 你第一個是你續不上 那你飄太快段的話呢 是你沒有小盆 然後再來是 你的小盆節奏也要點得很好 然後在這場大家都選擇 而藍博 藍博基尼 這個亞洲奔騰 只有逆星一個人用生賴鑰匙 但不用擔心 他們生賴鑰匙轉向很好 跟這個 亞洲奔騰呢 是 同一個轉向的 只是 飄移靈敏度有差 欸 飄移靈敏度也沒差 飄移靈敏度也沒差 但是這個提數上 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差距啊 所以這邊逆星一開始就掉那麼的後面 呃 跟車子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就是 一開始起步的時候沒出去 但這邊要追真的不好追啊 因為車數字有差的 這場看一下子沖 跟 阿諾有沒有機會穩住 這裡阿諾在干擾雲海 兩個人在畫面上 有一定性的一個碰撞 而且比我們看到的還會再重很多 所以雙方選手彈射都沒出很正常 因為互相干擾了 因為互相干擾了 這裡必須去消了一下 不過沒關係 只沖這裡 做得很不錯 雲海是用順側過 角度拉的比較快 雲海疊了一個 WCW這裡 哇 沒跳起來很傷 但舊車救的還不錯 選擇在這裡開ECU WCW 跟得很近 盡量吃10分吧 我覺得吃10分 欸 這裡 差點崩盤 這裡應該是要吃10分 11 10 10 然後逆星這場 車子的關係 有點傷欸 為什麼要存這台亞洲奔騰啊 是沒有練嗎 因為這個是第二週的一個比賽 各位 這是第二週的比賽 有可能他們地圖還沒有完全練好 車子有可能 因為我覺得沒有必要拿這個生欄 就算他沒有BUG 他也沒有必要拿生欄 因為這場被拉近了很多 車子本身的性能還是有差 尤其在他們這種高強度的職業選手對抗的話 大家都會有碎失誤 可是你的車子不允許你失誤 這裡啊 一開始逆星被對抗到了 然後他應該有犯失誤啊 不然他不會慢這麼多 你看一直被拉開一直被拉開 小地圖越來越遠 然後下一場呢 還是由GK選圖 選到了雪山之巔 然後是天星者加銀河之光 各存一台車 然後雲海這邊 直接用了RSG的天星者 這個一般來說 職業戰隊如果有一些 就是職業情節在的話 有可能他們就不會用那個皮膚 你知道嗎 證明了 大家感情都蠻好的 對不對 如果當年有G熊的賽車皮膚 我打死都不用 有開玩笑的 我這皮膚真的帥 這皮膚也真的帥 他這個噴焰的顏色 亮眼 這裡 再開個CW 彈射 很完美 平開彈器 哇賽 等一下 前面翻失誤了 雲海這裡很極限 再一個ECU bill出去 非常精準 之後直接平開彈器 天星者的OPE來了 這輛賽道不是GK選的嗎 怎麼 這場跑起來 狀態沒有很好啊 有點小可惜 再開個彈器 這裡 這裡 雙0跑 阿諾這一場 是完全 完全失場 哇 沒有想到 本來是一個 絕佳機會 因為 前期 阿諾帶出來的 這個優勢其實蠻大的 阿諾帶出來的優勢 就是 足以在這場 可以至少平分 但這樣的話 又再次被雲海 給凱瑞起來了 雲海沒有任何問題 跑了一個 呃 非常 穩健的 穩定的一個成績 離記錄只差0.2 看一下回放吧 看一下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可能有些對抗 但前面的話 他是自己先發生失誤 之後再吃到對抗的話 那也算是他的失誤阿 這裡拖了 很傷 然後這裡被雲海對抗到之後 又被撞脫 但被撞脫之後 他應該又發生了一些失誤阿 但沒有帶到 因為他是直接掉到第四名 但現在都還能追喔 現在才四場而已 四場都還是能追的 選到了海濱之野 創世配裁決 然後雙方寵物 創世都是選擇 提前要搶這個領跑位 沒問題 然後撐起步看一下 起步的一個進度 紫衝選擇 這裡很快 這裡紫衝殺出去了 紫衝的那個卡氣手速很快 等一下停滯 然後正常的飄接WCW 這裡逆星選擇了斷空飄 之後一個暴力入彎 但距離紫衝拉得很遠喔 這裡逆星還撞到 不過沒關係 這裡小噴不缺 但這裡要ECU接CW啦 欸 紫衝沒蓄到 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逆星這裡選擇彈射 沒出 又被拉開了 最後那個彈射 速度很快 其實沒那麼好出 但沒出差超級多 這邊要交給雲海追了 雲海透過 裁決者 但這裡拖了 沒有出 選擇裁決的一個 強勢特性 強行續兩個 哇塞這跑法 我自己是 因為我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 這個圖 他們拿裁決跑 蠻少見的 但這裡直衝撞了 哇塞 這樣這裡續不到了 直衝這裡要崩盤了 但雲海後面失誤了 雲海少見的在2v2翻失誤 還是把分數拿回來一點 其實這場GK很有機會 跑的也沒有到 就是真的失誤很多 某些地方表現得很不錯 起步出去之後 這裡 創世成的特性真的很強 這裡撞了 哇 然後雲海這裡又拖了 後面這裡應該又出師了 對沒錯 又拖了 哇塞 欸 彈出台了 阿諾的話透過裁決者的一個性能 完美壓制了 裁決固定跑法 我知道我知道 而且那個跑法 就是 定型之後很穩健 主要是要看彈射有沒有出 然後這場選到了 這個 新夢遊樂園沒有問題 一樣是 裁決策 配上的是創世 但是 寵物呢交換了 因為這個圖呢 前面不需要 創世人 前面不需要女娃的氣 但裁決需要 所以剛好交換了 很特別的這兩張賽道 有沒有 所以 所以 寵物呢在 賽車上面 確實 相當重要 會影響到賽車的 這個強弱 那他們這邊阿 應該都是直接 選擇用撞的 不點小飄 在他們的判斷 那邊應該是角度錯了 就直接撞過去 現在車的車速也太快了 點小飄好像很容易脫飄 這裡 子蟲噴歪了 一個側身就沒有問題 但這裡慢了一點了 延續 接彈射 有續上 一個完美延續 再一個順側接CW CW這裡接過來之後 一樣選擇全延續 用撞的 而且踩到了加速帶 哇 這裡很讚喔 雲海 一般那邊有機會 會踩不到加速帶 去兩個 再接CW在落地的時候才用EZU 去延續 很完美 哇賽這場 雲海跟上一場單挑賽的時候 路線選擇更好了 15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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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破紀錄嗎 他的紀錄沒有顯示在畫面上 新紀錄啦 哇賽這也太快了吧 鋼齒齊 我剛剛沒有看 好快啊天啊 好像貴的耶 最後一場 這邊沒有差距拉到5分以內 遊戲直接結束了 哇這場 直接被雲海凱瑞起來 哇賽這個這路線 這個ECU 變出去 點了一下停次 直接拐 哇喲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沒撞 哇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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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也一樣 他自己出來了 路線拉滿啦 我只能說這遊戲職業選手最難的 呵呵 不是 這 這得有多貼啊 天啊 你不能太早噴 你不能太晚噴 職業選手中 噴的最好的 我現在看到的 就飛海岩幕屬啦 這邊選到的是莫高窟 機甲亮出來啦各位 但這邊 這邊留機甲是不想玩了嗎 這邊沒有任何理由 不用機甲而言 因為森蘭鑰士在這個圖對機甲而言 他就是炮火而已 可能想留車啦 拼一拼 對不對 拼一拼摩托 單車變摩托嘛 對不對 沒有問題啦 但等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為什麼說這個圖機甲 就無邪 你看這裡 雲海 各種衝 然後你還有兩個甩尾 人家點一個小票全部開啟 人直接不見 雲海已經消失啦 哇塞 這個彈射紫充有出 這裡還側身 救了一下車只有CW分 但CW分也沒有比這個森蘭鑰士慢 比喻就不會 有可能不會啊 有可能他想留車啊 但不是重點 重點是職業選手就沒有所謂會不會啊 你沒有拿出來 那就是沒有啊 你看這裡 點小票 2 3 4 5 6 7 8 順測 沒有問題 再延續一個 13 下 14 下 再加上一個極限的快速出彎 JCW分 雲海 帥 只能說帥 你看他的頭貼 他在跟後面的人say goodbye 後面的人已經不見了 不是 你拿 這剩的鑰士怎麼打 1分27秒8 27秒82 破了林青的紀錄2秒 1秒6 又刷新了紀錄 又快了2秒 跟剛才的星空遊樂園一樣 我只能說 海爺不給機會啊 有草爺 您當 有草爺 您當 當時的影子誒 又帥又強 不要不要 不要捶我 不要黑我 謝謝你 不要 不要黑我 他比我強多 他比我強多也比我帥多了 而且人家的巔峰期比我長多了 對吧 不要黑我 不要黑我 我現在就只是一個 在看比賽 然後 耍耍廢 開台 跟大家聊聊天的娛樂型主播 對不對 沒事就叫個兩下 看能不能有個迷因來凱瑞我 主播菜的不行啊 現在大部分人認識我就是 好 你是那個打傳輸對決的 你是那個玩極速領域的 沒有人知道我以前是幹嘛的 好 那這場 真的是恭喜雲海凱瑞啦 好可怕 什麼魚 好可怕 就是他5個人要調整的 你明明就是對方 你還是可以